看看新闻网 由于电影推拿是讲述盲人按摩中心 男女济师们之间的故事 为了坚实呈现盲人们的日常生活 演员们前期可没少遭罪 楼叶的每一部戏 对演员都很折磨 我跟他合作了三部 现在如果拍不折磨 还有点不舒 自己啊 来 介绍一下 这是王大夫 我的同学 来我们中心了 我会 眼睛会发炎 然后我跟楼叶提过 我说可不可以不要每天都拍我 可不可以让我拍一天休息一天 我说因为技术上面 可能我这生理上面不太行 他说我尽量 然后他还是每天都拍我 眼瞧着秦浩和自己杠上了导演楼叶 自然也不甘示弱 赶忙吐槽秦浩在戏中的推拿手法来 这个是必修可 必须要跟着他们学 那现在觉得谁的手艺好一点 反正我觉得 是夏副明的 你有想说过吗 夏副明的活最长 我反正有这印象 是因为我没给你安心吗 对 我觉得 娱乐新天地导演和主演互相吐槽 是怎么回事 上海采访不到 好